今天日本东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刀鱼节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的秋刀鱼的爱好者 一块来品尝这样一个日本秋季的代表性的美食 我们财经频道的特约记者李倩文 其实现在也在现场 我们要马上来四季直播连线一下他 倩文你好 我看到你背后也非常热闹 感觉很多的时刻都期待着能够品尝到秋刀鱼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主持人好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日本东京的地标性建筑 东京塔的下方 现在这里就正在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秋刀鱼节活动 今天是秋分日 也是日本全国的一个假期 为了庆祝秋分 主办方今天也是将在这里 向民众免费发放三千多条秋刀鱼 供大家来品尝 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这里就有非常多的民众 正在排队等待领取 那据主办方介绍 实际上他们是从今天早晨七点半开始发放免费的兑换券 由于数量有限 不少民众是从早晨六点开始就过来排队 为的就是能够在这里一品秋刀鱼的美味了 而在我的这一边 就是今天烤秋刀鱼的制作专区了 可以看到这整个摊位是长达十米左右 并且总共是有近约三十位烤秋刀鱼师傅 在同时加紧烤制今天的这个秋刀鱼 那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炭火和烤鱼的香气 闻起来也是让人非常的垂涎欲滴 那据负责人介绍呢 今天这个所有的烤秋刀鱼啊 都是来自日本东北的著名产地大船渡市 并且呢为了保证口感呢 今天也是特地聘请来了当地政府认证的烤秋刀鱼大师来进行考制 那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师傅们 这个手法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娴熟啊 我们也来问问他们烤秋刀鱼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呢 すいません 三麻をどうやって焼きますか 新鲜的三麻をちょっと軽く使用するだけで ほとんど生のまま炭火でゆっくり焼きます 両面ゆっくり焼いたら出来上がりです 大変美味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刚才这位烤秋刀鱼师傅也告诉我说啊 由于秋刀鱼本身呢就非常的鲜美 所以只要撒上一点盐呢 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考制了 在考制的时候呢 需要不停地进行翻面以防止来烤焦 大约五分钟 这样美味的秋刀鱼就可以出炉了 那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日本民众 也是在这里就吃得非常开心啊 那刚刚我看到现在这个日本家庭 好像也吃得非常开心的样子 我们也来问一下他们觉得 今天这个烤秋刀鱼味道怎么样 他说今天的这个烤秋刀鱼的味道 也是比起家里来说 是格外的香啊 吃得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实际上呢 除了这个盐烤之外啊 秋刀鱼还有比如说像生吃 炖煮油炸 吃法也是非常的多样化的 那一条秋刀鱼配上一碗米饭 再加上一碗味噌汤呢 就是日本最常见的一份套餐了 在日本呢 秋刀鱼的价格呢 大约是在美金20元到40元人民币不等 那这样一个价格呢 比起三文鱼金枪鱼等海域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因此金枪鱼呢 也是一直以来因为价廉物美 而被称为是日本的大众美食 那不过近年来 由于海水温度有所升高 日本的秋刀鱼补捞量呢 是出现了下滑 今年的价格也是上涨了三到四倍啊 那许多餐馆呢 是不得不通过提价这样一个方式 来挽回成本 那秋刀鱼呢 也是正在成为一个 越来越珍贵的美味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日本东京 秋刀鱼节现场带来的报道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倩文带给我们这样一个 带着香气的直播连线 再次感谢您